大國政治跟它本身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是有關 那我覺得之所以會形成這種 好像美國在營造一個全球維中的那種氣氛 很大一個原因不只在於美國 或者美國的這種的結盟體系 還有很大原因就是 中國是一個不結盟運動國家 中國的不結盟運動 所以當有人用軍事結盟 然後以一個反中 或者跟中國對抗的訴求的時候 中國沒有辦法用同等規格相同的方式 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 所以中國就是你覺得好像他就是一個 但他並不是沒有盟友 你從他的聯合國體系裡面 美國現在的焦慮就是在聯合國裡面 他根本就不是中國的對手 任何的表決呢 他基本上面在聯合國裡面都討不到便宜 所以中國的朋友是多的 可是呢美國的這種的結盟體系 他確實會製造很大的輿論聲量 史托騰伯格因為他是北約的秘書長 即使他過去是挪威的總理出身 不過是北約嘛 你就不要對他期待太高 他還能夠講講什麼話呢 北約現在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看能不能看今年的五月份 在廣島的G7的時候 能夠達成北約跟美國 在亞洲的盟友的串聯 讓北約真正達到東擴 他已經不再是北約 他已經是全全約全球性的了 他越來越傾向於在亞洲發展出 美國把引北約入亞洲來共同結盟 來壓制中國 這是他的核心目的 俄羅斯我覺得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現在的歐洲國家 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 所以會出現那種恨烏吉烏 恨俄集中的情況 只要是跟俄羅斯稍微好一點 俄羅斯可以依靠 俄羅斯還能依靠誰 全世界俄羅斯唯一的寄望 就是中國不要離開他 就只剩這個而已 因此跟俄羅斯後面有一個中國的想像 使得今天的北約國家 把對於俄羅斯的仇恨感 跟那種恐懼感 投射到中國人身上 那個大概都是很合理的推論 只不過亞洲國家裡面的 中國看起來今年 我認為中國是正在反向操作 中國正在放軟他的調子 中國可能剛講到提到 就是說布林肯去北京一般認為可能不會有太大的突破 我不覺得 我覺得布林肯能夠到就是突破了 從拜登上臺之後 還沒有一個美國的副國務卿等級以上的官員 能夠進得了北京城的 他是第一個 前面的都是在北京的外挖 外頭轉轉轉 即使是他的氣候特使 柯瑞只能夠到上海而已 所以能夠進去就是一個特點 我們只觀察一點 就是布林肯如果到北京 不只到北京 不只見 見到了 見到了秦剛 這些新部長 見王毅 如果習近平也見他 那我認為中國的態度就清楚 中國在放軟掉 不想跟美國搞應對他 是 我想其實這個當然 絕對就是整個大國競爭的架構 因為講白了敵人的敵人一定就是朋友了 那所以其實在過程中 中俄當然已經也就是團報了 這個百分之百就是他們就是議題 那當然這次這個北約秘書長 其實講的也很直白 他說這個冷戰之後 這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現在這個已經類似有點接近 這種新冷戰的架構 那這個最危險的兩件事 一個就是現在的俄污 另外一個話就是中俄的這個同盟 他其實是點出這點 不過但是他也必須直白的說 他現在也不能把中國就先定位為一個世界的敵人 因為他也擔心這個點 當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沒有錯 像剛剛翔弘兄講的 這個G7 其實這個G7裡面 其實還包括一個這個非正式的這個會員 就是就是北約 其實這個G7本來就是這些歐美同盟的國家 那當然他現在再加上跟這個印太 就是印度這些這個整個結盟 所以他本來就是一個 所以這個雙方之間 這個互相陣營的這個校正 其實這也是個至為明顯的這個過程 其實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這些事情 當然還是要回到一個比較臺灣本位的立場 就是說臺灣在整個這個過程中怎麼自處 還是你很自嗨 覺得說我可能從中間能獲利 其實不太容易 反而在這個過程中 臺灣最可能的反而是被拋到前沿 才是一個問題 其實坦白說 這一次我們看這個俄污的這個狀況 就是覺得說其實這個是打不完的 甚至搞不好西方還希望說就繼續去消耗 這才是變成是一個可能的危險跟問題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